老师问同学们梦想是什么 有人说要做大明星 有人说要做大老板 唯独小迪的梦想很奇特 小迪一本正经地说着 却引来了所有人的嘲笑 就连老师也非常嫌弃他 不要走过来 放上 回去 老师用纸捏起钢笔 甚至直接扔进了垃圾桶 这天小妇把限量款玩具 长江一号带到了学校 小迪非常的羡慕 可却被嫌弃的小妇一把推开 还大骂他是臭穷鬼 小妇还经常欺负新来的女同学静香 只有小迪挺身而出 从此静香成了小迪唯一的好朋友 这天小迪在商场柜台 看见了长江一号玩具 朝着也让爸爸给买一个 可爸爸根本就买不起 只能把恋恋不舍的小迪拖走 到了晚上 爸爸来到垃圾场想给小迪找个玩具 突然身后一架飞蝶缓缓升了起来 可爸爸被电视机器也丝毫没有发现异样 直到飞蝶飞走才发现了不对劲 上前查看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蛋 爸爸将怪蛋当作礼物送给了小迪 小迪非常喜欢这个玩具 但却被小妇无情地嘲笑 还说这个垃圾肯定是从垃圾队里捡的 气氛的小迪跟小妇打了起来 得知情况后 爸爸将小迪关进了柜子里 可这时那个怪蛋发出绚丽的光芒 发生了神奇的一幕 周围的图案不断演变 汇聚成了浩瀚的宇宙 等光芒消失后 怪蛋居然变成了可爱的外星小狗 很快他们就成为了好朋友 小迪给他取名七仔 他们还在床上一起跳舞 一个不小心七仔被踢了下去 还撞到了一旁的烂苹果上 结果下一秒 烂苹果就变得又洪涌大 小迪这才意识到七仔是会魔法的 于是小迪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小迪带着七仔来挑战地球上最凶恶的狗 为了证明自己是太空超人狗 七仔竟然使出了中国功夫 一个闪现来到狗子头上 三拳两脚就把恶狗打得跪地求饶啊 小迪瞬间充满了信心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去上学了 为了能考满分 小迪向七仔寻求帮助 七仔拿出锤子一顿敲打 当场发明了一个超级眼镜 考试的时候 同学们都在忙着答题 只有小迪一脸轻松 只见一个小机械从眼镜里飞了出来 它的速度很快 就像是一只小苍蝇 小机械来到学霸小夫面前 直接开启了扫描模式 所有答案都出现在了小迪的眼镜中 可就在这时 小机械被小夫一巴掌给拍死了 还又给了小迪一个白眼 不过小迪并没有在意 下一秒 眼镜再次分出两只小机械 七的小夫直接放弃了考试 拿着尺子就去打小机械 完事还一下子拍在了老师脸上 很快 考试长期出来了 这次小迪第一次考了100分 见他一个劲的嘚瑟 老师就怀疑小迪作弊 还说要检查他的眼镜 小迪摘下眼镜扔向老师 下一秒 老师就被炸成了非洲人呢 小迪还穿上了七载发明的超级运动鞋 只要轻轻一跳 就能蹦出100来米 120m的速度 直接把跑步机给跑散件了 一脚抽射 更是直接把球门给踢散件了 老师搭着保安来抓小迪 超级运动鞋更是秒变火箭升空 一脚踩在老鹰身上 然后使出了他老爸当年的绝招 一招从天而降的长法 直接把老师和保安都给打倒了 突然小迪就醒了过来 原来刚才的一切都是一场梦 好在七载并没有消失 于是他带着七载像梦中那样 去挑战恶狗 结果却被揍得鼻青连整了 来到学校 小迪所要考试神器 结果七载给了他一坨奥力给 小迪还以为是法宝呢 直接带上了考场 结果却被小夫一把打在了脸上 得知自己被耍了后 小迪狠狠教训了七载 结果七载转过身 就开始发射便便机关枪啊 这让小迪在同学们面前 出尽了丑啊 生气的小迪抓住七载 就把他扔进了垃圾桶 回家路上 小迪觉得自己是误会了七载 连忙跑过去寻找 结果拉姨车已经把七载带走了 无论小迪怎么追也追不到 小迪非常难过地回到家 这时候七载却已经回到家 扑进了他的怀里 马上见父子俩满头大汗 七载从头上发出一道电波 瞬间就把风扇给修好了 但此时的七载却变得很虚弱 就在第二天上学的时候 书包里的七载竟然被小夫发现了 小夫不但抢走了七载 甚至还要把他给解剖了 小迪急忙冲上去阻止 就在两人撕扯的时候 小迪的胳膊被一只大手抓住了 竟然是小夫的保镖胖虎 胖虎举起拳头就要揍小迪 结果一只更大的手出现了 是好朋友静香来揪他了 一个降龙十八掌 就把胖虎给打回了出去 胖虎还不服呢 对着静香发起了肉弹撞击 结果却被静香一个致命拥抱 直接干翻在地 与此同时 爸爸正在骄傲炫耀儿子的试卷 结果却被胖老板当场拆穿了 说这分数呀 一看就是后改 爸爸急冲冲地质问小迪 小迪只好承认是修改了分数 这让爸爸很生气 直接就没收了七载 说什么时候及格了再还给他 小迪非常生气 他和爸爸约定 只要考了六十分 爸爸永远不要再管他了 很快 小迪如愿考了六十五分 可还没来得及告诉爸爸 爸爸那边在工作室就遇到了危险 一个氧气瓶掉了 管子正好缠住爸爸的脚 直接带着他滑行 最后坠下了高楼 爸爸抢救无效离开了小迪 而小迪只能不住地哭泣 哭喊着爸爸不要不管他呀 到了晚上 爸爸的工具包突然冻了起来 七载从里面钻了出来 他看着失去生命的爸爸 眼泪也止不住流了下来 七载跳到台灯上 他决定要把爸爸给救活过来 一道道的能量波从头顶射出 一直到能量全部耗尽 第二天小迪醒了后 发现爸爸已经躺在了自己的身边 他用力地抱住了爸爸 爸爸也将疲惫不堪的七载还给了他 而七载只是看了小迪一眼 就变成了一个没有生命的布娃娃 父子俩尝试了各种方法 但都没能唤醒七载 从此小迪无论去哪都会带着七载 希望他能尽快地醒过来 直到这天 小迪看到天空出现了一个飞碟 这时胸前的七载有了反应 飞碟落地后 七载从桥上开心地跑了过来 而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大圈小伙伴 从此七载留在了地球上 继续陪伴小迪快乐地成长 三载 三载 三载